节目回来要和大家分享 一处非常难得的 音乐歌舞戏剧饗宴 由悠悠剧团呈现的 音乐歌舞剧 父亲节快乐 首次完全由华人创作 从故事 剧本 歌曲 词曲 歌唱 都是华人社区的首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导演林梅君 制作以及音乐总监圣依丽 带着主要演员来到麻辣下午茶 大家好 从来没有 我们的麻辣下午茶 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所以今天真的是 音乐歌舞剧的饗宴 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首先欢迎梅君 也非常欢迎伊丽 那么这是制作 也是音乐总监 那您是导演了 所以您是不是 幕后的操作者就对了 今天带着主要演员 来到节目当中 非常欢迎 那先让主要演员 跟我们大家问声好好不好 OK 这个我们的男主角 蓬蓬 好蓬蓬 我就叫蓬蓬 你就叫蓬蓬 主要是演这个 父亲的角色 大家好 我是杨布慧 我是演爸爸的大女儿 OK 那Mona 大家好 我是Mona 我演二女儿 二女儿 这很漂亮 这么会生的爸爸 然后后面这位小帅哥 我叫Todd 我是饰演二女儿的男朋友 OK 嗨Todd 大家好 所以其实这一出音乐剧 音乐歌舞剧是非常特别的 是的 那是在6月10号 在Pasadina 会上演 Saint Gabri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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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圣盖伯的大剧园 是 是在6月10号有两场 下午2点钟 以及晚上7点半 那么中间最特别的 就是在5点钟 还有走红坦琴了很多大明星 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之外 到6点到7点 我们还要表扬 我们第一届的模范父亲 对 因为其实这个音乐剧 我们刚刚其实没有特别讲到 就是它的剧名 是父亲节快乐 对 那其实是 我们制作也是音乐总监的宝贝 是 对 因为音乐都是由您来包办 是 从去年6月份开始 我们决定要做这个 父亲节快乐的音乐剧 到现在 只能这一年的时间 我们从7月中开始 正式写剧本 到8月开始做音乐 到现在 几乎我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不能想象 其实这个时间算是非常的短 然后39首都是由您包办 所以其实这个压力肯定是很大 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是 先是写了剧本 然后呢 然后我再把它编成音乐剧的剧本 因为音乐剧剧本 跟舞台剧的剧本是不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歌词放进去 所以这个音乐是 什么时候先有词 什么时候先有歌 完全都是穿插着来 是 那导演 其实导演就是 老实说就是什么都要管的 对 其实非常辛苦 这就是大总管 那么这一次 怎么会想要来创作一个这样子 非常特别的原创 而且全部都是由我们华人 来做这个 从里到外 都是华人包办 没错 因为刚开始呢 因为我跟着我们的台湾的金马奖 导演杨敦平 她是我们这出戏的监制 也就是催生者 那当初呢 她就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要跟伊丽 因为她非常有才华 在音乐方面 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一直都很想拍这么一出戏 而且因为我们的杨敦平总监呢 她是个男人 也是个父亲 她就觉得她自己也蛮伟大的 所以她很希望就是阐述一下 父亲其实跟母亲是一样的伟大 对 我们通常歌颂母亲的这个歌曲啦 词曲比较多 父亲稍微可能也觉得应该要需要一些慰绕 对不对 是 对那这一次呢 演员非常阵容非常坚强 非常多 对 就是你可以说是 我们不要说老中青好了 这个资深的 这个大牌的 到这个新生代的 都有 而且他们都非常专业 他们都是戏剧系的 学生还有的就是声乐 所以他们都是专业性的 对怎么会有机会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呢 彭彭 你这次担任的是药角 对不对 会不会压力很大 压力三大 因为啥呢 我要演一个将近80岁的一个父亲 要用 这个正是一个大挑战吗 那么我唱歌我也得把声音给他 收一点 所以真的是三大 很挑战三大 那这个杨阳呢 你这次 其实我觉得音乐剧最困难的地方 其实就是 你在现场的时候的那种压力 对 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导演介绍 我们是专业学表演的 就是我是北京电影学院 但其实这一次呢 对戏剧来讲 对我们来讲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这次真的要刻苦训练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就是制作人导演 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华丽的一个舞台 这次我们所有的舞台 包括我们所有的幕后的细节 每一部都是重金打造 所以作为演员 我觉得能来到洛杉矶 因为我也是来不久 就能参与到这么一个大的制作里面 真的是也是觉得很荣幸 真的是 莫娜真的其实这一次我觉得 因为你知道一般亚洲演员 在好莱坞啊 任何的一些戏剧 或者是这个舞台上的表演 其实很不容易 那这一次能够有一个这么 这么应该说是坚强的阵容 然后就像你说的 不惜成本来去打造一个这样 华丽的歌舞剧 能够参与 我想这个经验应该很特别吧 是的 没错 其实我是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是的 所以你还要跳舞咯 对对 所以舞蹈部分 对 我很喜欢跳舞嘛 但是音乐就是唱歌部分 我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是有挑战性的 对对对 不过你们真的就是 又是要趁年轻的时候 多多磨练嘛 是的 是的 多多练自己 没错 那Todd 你是不是跟Mona演男女朋友 对 对 我们两个刚好 就是还蛮互补的 因为她是一个专业的舞者 然后我就是跟着她学着舞步 学着怎么跳舞 跳的比较像是一个专业的 就是不是专业 就是装的像嘛 就是一个演员的一个工作嘛 但是那个 因为唱歌对我来讲 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东西 因为我平常就有 比较多的经验在唱歌 但是所以我这一次 最大的困难 就是要刻苦这个舞蹈 又跳又要唱 然后就在同时又演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但是也非常的难得 是 是完全是有华人 然后呢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对对 然后呢 我相信我们 尤其特别是移民的这个社区 我们这些所有的华人家庭们 应该都会迫不及待的 希望能够欣赏到这出音乐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花了以周杰伦演唱会的 规格 估计成本的重金来做投资 来把最好的一些灯光啊 还有音响 就是为了要呈现给各位大众朋友们 对我们这次还 而且我们的时代感非常强 我们是从49年一直演到了2016年 对 是 当中有穿插的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不同的地方的背景 对对对 一定会让很多的父母亲非常有共鸣 是 那么当然了 今天难得请到这么多人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等一下呢 我们一定要有机会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一点这个tease 是 好不好 没问题 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广告过后呢 有更多精彩的演出 马上回来 谢谢